哈喽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不能继续保证高销售量,便更容易的会被别人的产品所取代,要创造多个小爆款,并且要逐渐向高客单价的目标爆款靠拢,不需要受到单个爆款销售量的影响而影响,但同时,许多小爆款的产品大量的被显示,可以显示并放入到人们的标签中,有利于提高WISH店铺人群以及流量的总体情况。 二,WISH运营技巧产品按阶梯的程度来进行培养,卖方应结合店铺中所有产品的生命周期,产品的特性和产品的销售情况,来进行目的性的布局和计划推广。 例如,当主产品销售达到1000订单量之后,那么接下来很难会有大幅度的提升,加大推广的力度,对超过1000的产品可适当减少预算,培养新的风格和承接准备。 500-1000,300-500,100-300的款式量都可以作为备选培养款式。 同时,商店的新数量和节奏也要体配紧跟上节奏,这是主要因素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制定一个良好的阶梯程度后,我们不能过于盲目地去推广,而护士产品在商店中的地位和我们培训的目的。 3.WISH运营技巧多报款,进行打造经验。 产品的种类,属性尽可能多点,抢占不同的搜索,关键词和要求。 产品的多报款,创建相同的属性。 产品的风格,以及规格的产品,不能超过三个。 而且应该错开价格,进行设置。 从低到高的顺序,防止因自身的竞争而导致客户不知从何进行选择。 为产品布局,预先的规划。 楼梯式的进行打造,避免失误和空白。 以服装来作为例子,建立一个花卉的服装。 以彩色的服装,再到服装刺绣拼接。 从高领衣领到衣领V,从长绣到短绣。 无锈,应该有计划性的。 创造一组报款。 四,WISH运营技巧,全方位的配合推广。 另外还有一些免费的推广渠道方法。 比如老客户得渠道。 Facebook。 Email客户群等。 通过老客户渠道,进行产品的销量打造,以及培养。 可以侧重对新品进行测试。 新品的销量突破等产品目标的培养。 同时期加入同类型自家的产品,进行推广。 容易导致相互竞争的产生。 我们可在付费推广渠道筛选有潜力的。 类似款通过页面关联等方式提升曝光和流量引入的培养。 WISH卖家也可以结合不同产品有目的的搭配。 如互补搭配。 带动搭配。 消费习惯搭配等。